我给了自己就是一天差不多2000卡的allowance 因为我怕自己饿着嘛 因为这一周我都不能交外卖 我在这备餐的五天里面还瘦了已经 哈喽大家早上好呀 这一期呢想跟大家聊聊备餐 因为呢我上周的时候发现 我每天都会花非常非常多的时间 在看晚上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点什么外卖 每一个不同的店所有食物的卡路里 所以呢我上周呢就决定尝试一下 一天把下一周所吃的所有东西都准备好 就是很多其他人的备餐都是自己要做饭或者什么 我就比较懒啊 就我一半是就我自己在外面找的 就是做健身餐的那种 然后还有一半呢是我自己就是超市买来的东西 然后自己做 我会很详细的就是分好了我的carb protein和fat 还有一些水果啊snacks这种之类的 然后具体的呢我会放在这边 大家如果想尝试的话呢也可以就是按照这个三个营养素来分配 那我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就是miel prep的优缺点 就我尝试的这五天下来啊 那我就先来讲一讲它的优点 第一点呢就是更加的健康 你做准备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focus在那些健康的东西上 所以就根本就不会把一些垃圾食品就是买回家 这个这个减糖的酸奶实在是没有什么味道 但是因为它健康所以 不是很好吃 就这个 fage 这个就不是很好吃 它是no added sugar 第二点呢就是更加容易控制 因为你知道嘛就你做完准备之后 你这一周就只能吃这些东西 你就能更好地控制自己 不去浇完卖 不去吃零食 不去吃你计划之外的东西 第三点呢就是avoid snacking 按照你的计划进行下来 就是你每天就会有个很好的配比嘛 所以你就不会就是在正餐和正餐之间会觉得很饿 就想要去吃其他的东西 而且你也没有这个机会去吃其他的东西 因为你自己都已经安排好了 第四点呢就是非常的节约时间 因为就像我之前说的嘛 我会花很多的时间就去看外卖上要点什么东西 吃那些东西比较健康 然后去查什么各种的营养素什么之类的 所以呢就是你如果自己做的安排 就是你一周所有东西都已经放在这个list上面了 你就跟着这个list吃就行了 所以你就不会就花很多时间去想 哎呀今天要吃什么东西 最后的第五点呢就是会更加的省钱 在这边叫外卖呢都是要像Uber Eats是15%的service fee 然后Doordash是5%因为我的信用卡跟Doordash是合作的嘛 所以5%的service fee 嗯在外面吃本来就比较贵了 再加上现在又不能出去吃 然后叫外卖的话还要付service fee 所以其实就是你叫groceries到家 或者是让自己做就会更加便宜 嗯接下来呢我就来聊一下它的缺点 缺点的第一点呢就是它需要你很详细的计划 就如果你不是一个非常喜欢计划可能对你来说会比较困难 因为你需要提早就是想好就是所有的三餐的配比啊 包括你的营养素的配比 第二个呢就是repetitive nutrition 因为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都会买很多同样的东西 所以会导致你这一周摄入的营养素来源就会很单一 就比如说我这周买了鱼或者我就买了鸡 那你这周是不是只能吃鱼和鸡作为你的蛋白质的摄入 而且你鱼的种类啊或者什么都会比较单一 建议如果备餐的话呢就是你这一周 比如说你这一周的protein选择就不要延续到下一周 你就隔周就是轮换着来 这样子的话你的摄入呢就不会特别单一 让你身体也不会就是缺微量元素 第三个缺点呢就是可能会不是那么新鲜 这个柚子再不吃感觉要烂了 嗯这点我觉得应该是我最在意的一点吧 就是你买的东西你有些东西可以放一周 但是有些东西你放了一周之后呢 就比如说我外面叫的那些备餐就放在冰箱里面 所以时间长了肯定没有那么新鲜 就尝上去也没有那么好吃 再加上有些人喜欢备餐就是一周 把下一周所有东西都做完就是烧好 然后分隔然后放在冰箱里面 那就到第五天的时候肯定就不好吃了 四点的话就是需要你会做饭 就是至少是简单的饭 像我的话我是比较懒的嘛 而且我做也不怎么会做饭 所以呢就是嗯我做的东西都是非常非常简单 但是简单的东西呢就是嗯有时候就是不是那么好吃 第五个缺点的话呢就是你到后面就会觉得有点点无聊 这个肉虽然很多但是因为是瘦肉的缘故 这个牛肉也太柴了 哎因为你每天吃的东西都差不多 就不像外卖嘛外卖你就有很多很多的选择 嗯所以你吃到后面的话就会觉得啊 我怎么每天都在吃这些东西就会比较无聊 虽然有点柴但是还是全部都吃完了 所以备餐怎么说呢它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也非常非常节约时间就如果你下一周呃工作啊 或者学习会很忙的话 我觉得这个我还是非常推荐给 给那些呃没有什么时间就是去研究饮食 或者是呃没有什么时间去仔细研究外卖的营养素的 但是如果你特别特别在意就是食物的多样性的话呢 这个可能就不是很适合你 对于我来说我可能最多只能坚持两周 还有一个就是意外的收获 就是我发现我在这备餐的五天里面还瘦了一斤 在这五天之内虽然我每天摄入就差不多要有2000卡左右 之前我叫外卖的时候我是自己孤的热量了 所以我差不多我孤下来的话是1600卡 但这一周我呃吃到了2000卡 并且在运动保持不变的情况下 我居然还瘦了一斤 这就说明我叫的外卖嗯没有他说的就是卡路里那么少 所以就是自己做的话呢真的是会更加好的 会控制你的卡路里摄入 以上呢就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 我这五天的备餐的经验 然后以及我的体验 如果这周末有想尝试备餐的同学呢 你就可以周末就可以把菜都买起来 然后周日的话你就可以把下一周所有买的东西啊 或者你想吃的东西就立在一个list上面 就跟我一样然后就计算好所有的卡路里啊 或者什么嗯这样子的话呢 这一周你就不用点外卖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